西利8号表示,抵达马萨诸塞州的移民在迅速增加。当前,马萨诸塞州有近5600个家庭,约2万人居住在收容场所中,大多是移民,其中包括很多孕妇和儿童。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80%。 据美国媒体报道,许多移民是从其他州被转移至该州的,仅在过去的48小时内,就有50个移民家庭抵达该州。西利强调,近几个月来,对移民安置的需求已经增至该州无力跟上的水平。他呼吁联邦政府提供必要援助,并进行相关政策的改革。 纽约市也正面临安置大量移民的难题。纽约市市长亚当斯7号宣布,计划在该市的兰德尔岛设立一个新的收容场所,安置大约2000名移民。 纽约市长办公室称,去年春季至今,总计有近10万名移民抵达纽约市,其中有超过5.7万人,至今仍留在这里的收容场所。 去年以来,出于党派和地方利益等考虑,德克萨斯、佛罗里达等共和党人执政的州,把大批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移民,分批转运至纽约、芝加哥等民主党人主政城市。 纽约市本来就面临住房紧张,大量无家可归者,无从安置等难题。 这些非法移民的到来,进一步加重了市政府的财政负担。